富士山是日本最高的山 高度3776米 富士山山顶几乎都有一层厚厚的雪盖着 而只有到7月至9月的夏天 富士山山顶的雪才会被融化 而这时候也是开放大众攀登富士山的季节 攀登富士山有几条路线 包括吉田路线 富士公路线 虚走路线 和御电厂 而这一次我们选择最容易的吉田路线 因为这条路线不只是山屋最多 也是最多交通工具可以到达的路线之一 绝对是自由行的首选 记住吉田路线是黄色路牌 上下30 记得一直跟着黄色路牌走 富士山吉田路线会从5核木开始攀登 5核木的高度大约2300米 而10核木就是山顶了 大约3776米 所以我们要从2300米上到3776米 高度相差蛮多 很容易高山震 吉田路线会在6核木开始有分叉 右边是上山的路线 而左边是下山的路线 而到8核木时 吉田路线会和虚走口路线连接在一起上到山顶 攀登富士山通常需要两天 第一天我们就会攀登到8核木山屋 然后第二天凌晨上到山顶 看了日出再下来 而我们这次选择的是一天上下山 做最早的巴士从河口屋到5核木 然后赶着日落前上下富士山 然后坐最晚的巴士回到河口屋站 一日上下富士山的速度必须要快 因为一旦速度慢了 会错过最后一辆6点40分下午的巴士下山 就得在5核木埃冷到第二天早上才有巴士 现在让我们看看一日攀登富士山的过程吧 我们打算趁达6点30分早上的河口屋站的巴士 前往5核木 但是没有想到我们6点早上来到河口屋巴士站时 就已经一大堆人在排队了 前往5核木的车站是7号的站牌哦 记得来这里排队 巴士6点30分早上就准时来到河口屋站 但是由于巴士的第一站是福士山站 第二站才是我们的这个河口屋站 所以来到这里时巴士几乎没有位置了 所以提早起来来河口屋车站排队是必须的 对了 记得提早上网购买巴士票 因为河口屋站7点30分早上才开门 而我们的巴士是6点30分早上 而巴士票也只能在当天才可以购买 不能提前一天买 所以只能上网买这个巴士票 买了巴士票后 就会拿到这个QR Code上巴士 买来回巴士票比较便宜 大概2800元 两天内都可以使用哦 上巴士后人太多 但是我们还可以坐在巴士的地上 而河口屋站人太多 造成巴士在河口屋站时被延迟的时间 就这样一路从河口屋站 但坐巴士上到了五核木 注意看这里 这里就是等下五核木 我们要等巴士的地方 现在7点40到五核木 哇很冷哦这边 看整片屋啊 OK 等下我们要上富士山 喜欢点顺顺利利 等等等 五核木右边这个建筑物 就是可以买纪念品的 而左边下面就是一个免费的厕所 而只有五核木这里的厕所是免费的哦 而纪念品店可以买这个墓葬 这个墓葬可以在上面的小屋烙印 每个山屋的烙印大概费用是200到300元 OK 现在8点 8点我们开始从富士山进 我现在要给前面 登山费用大概是1000元 就在前面的那个小亭子给钱 这边可以骑马 如果你要骑马 我们在这个小亭子给了1000元 他就会给我们这个木牌 我们可以在这边烙印 然后搞今年是10周年 所以会得到这个10周年的纪念牌哦 给了登山费后 第一个分叉路就要转右边上山 左边是下去四核木 现在前半段是在下山 不是什么 就是现在一开始是下山路 所以那我走 可以看到很多从山顶下来的人了 要全部回去 走大概5分钟这样 就来到江圣了 上山顶要走右边 上3.5 OK不要 OK 现在要上山了 在那个江圣上来就要上山 OK 来走完沙路 现在要上这种车头路 8点20到这个 可能到六核木 看到这个走到就表示要到六核木了 OK 看到这个浮世山安全指导中心 就代表你已经到六核木了 这里高度大概是2390米 所以你会发现没有上山很多 因为前半段在下山 然后又再上来这里 在安全指导中心这里 可以租借安全帽 因为这边随时会有落石 可以保护你的头 你可以先给2000元 然后之后再退还这个钱 而六核木厕所这里是开始要收费了 大概是200元 六核木过后这条路要转右边 左边是不能上的 六核木这里没有山屋 只有这些安全屋 到这边分岔口 左边是下山 右边是上山 然后下山我们这边下咯 然后走右边上 OK 这边是紫字路看到吗 紫字路 六核木七核木的路是紫字路 它的波度不会太大 比较缓 要到一个小时了 现在上了320米 看到这个波度比较斜的石头路 就代表你要到七核木了 9.09到七核木 没有什么 花小了是七核木 啊 要放哪里 9.09七核木 花小屋老大 七核木 9.09到七核木 没错啦 我们现在在花小屋这边休息 吃东西 很冷一下很多很大雾 是把了我们再慢慢上吧 打好猫 OK 8核木 为小蒙古达 9.15分 会吃 没什么东西 花小屋 花小屋 花小屋也就是我们路程的第一个山屋 OK 开始攀岩了 七核木开始路就比较斜了 开始要攀岩了 玩到日出馆了 所以你会发现第二个的那个山屋 日出馆 和第一个花小屋的那个距离其实不远 一下子就会到了 山屋都有售卖很多零售品 可以购买 而投魔馆也是离路出馆不远 就在附近而已 七核木的路多数都是这样写的 都是攀岩 七核木连岩馆山屋这个stamp很美 有一个守护神的那个stamp 而连岩馆距离下一个富士医馆 也是在不远而已 9点40 我记忆看 富士医馆 这里可以给大家看下七核木零售品的售价钱 现在我们就在富士医馆这个位置 是 这次走200元 去上 用七核木了 七核木的路还是一样这么写要攀岩 9点51 鸟巨状 它鸟588了 看到这个鸟就代表你到了鸟巨状 这里高度大概2,900了 接近3,000了 现在我们的位置是鸟巨状2900米高度 可以看到下一个山屋 东阳馆就在上面 还很高 10点03 东阳馆和鸟巨状的距离也不会太远 东阳馆 现在我们就在东阳馆 差不多要上到3000米高度了 东阳馆上巴荷木的路也是很斜很长 而巴荷木就是要接近3000米了 3000米了这边 10点16 10点27 终于到巴荷木了 超过3000米了 3020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巴荷木 巴荷木就是超过3000米了 而巴荷木第一个山屋就是太子馆 继续上 10点38 放来一管 巴荷木的价钱就比较高一点 200元 这手 蓬莱馆 蓬莱馆也是巴荷木的第二个山屋 接着再顺着阶梯去下一个山屋 高度差别大约50米 是1.07 到巴荷木的白云庄 到巴荷木的白云庄 白云庄也是巴荷木的第三个山屋 高度大约3200米 可以看到下一个山屋在好高的地方 相差大约50米高度 11.23 远祖寺 远祖寺的路口也是有这个白色的鸟居 佛氏参天拜光 然后按下山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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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祖寺是巴荷木第四个山屋 高度大约3250米 可以看到本霸荷木还在很高的地方 这1.5就是4 本霸荷木 还多一个 本霸荷木的高度 大约3400米高度 托荷木馆在吉田路线有两间 一间在7核木 而这间是8核木的 而托荷木馆也是8核木 第二区高的山屋 可以看到下一个山屋还在很高的地方 我们现在上山的路其实已经跟徐州口路线连接了 所以现在这个路线是吉田加徐州口的同样路线 这里的路线也是像之前一样是直制路线的 12点26 大了 玉莱关 玉莱关也是巴荷木最高的山屋了 也是最多人抢的山屋 玉莱关这里可以看到山顶了 但是可以看到山顶还在很远的上方 现在我们一直走着直制路线上山顶 而山顶的路线都一直走在云海上面很美 看到这个白色鸟居就代表你要到达九核木了 这个白色鸟居上面有很多钱币潜着这个鸟居 继续走直制路线上山 现在大约一点处 我们就到达九核木 这里的高度是3600米 还有100多米就到达山顶了 虽然看到山顶在上面 但是怎样走的走不到 看到山顶的白色鸟居就看到山顶 这个白色鸟居就证明你已经到达吉田路线的山顶了 这个白色鸟居就证明你已经到达吉田路线的山顶了 山顶往下看就可以看到山顶的路有多血 这个就是吉田路线的山顶咯 上面有一个神庙可以拜 接着我们在顺着路前进 可以看到山顶有很多小卖部以及山屋可以住 可以在山顶这里买很多东西吃 可以在山顶这里买很多东西吃 山顶户 而绕完这一圈就会回到吉田的山顶 这一圈大约会花时一个小时半到两个小时 去建峰的路就会经过这个马背很斜这段路 福寺山顶可以拍到这个火山口 这个就是福寺山顶的邮政局 以及福寺山顶的最高峰建峰 环绕火山口回到刚才的那个吉田分岔路山顶后 我们就转左下山 下山路线都是支支路线 很好跑 但是最好来一个登山站 因为路很滑 不小心可能会滑下去 而且下山都一直看到云海很美 一直跟着黄色牌下山就对了 而现在黄色和红色牌是在一起 而来到八和木的托墨馆 左边就是上山的路 右边就是下山的路 吉田和虚走路线会在前面分岔 可以看到我们下山的路是很多灰尘飞上来的 这边转右是虚走口 转左是吉田 我们下吉田 这边就是 虚走口跟吉田的分岔路 下山路线 下山路线几乎没有厕所没有山屋 只有来到这个七和木有这个比较大间的厕所 收费大概200元 下山下到你一直发现平路的话 就要到 跟上山的借口 看到这个 这边就是上山的路 不过 跳 要我们只走下山 只走下山 应该就是六和木了这里 六和木 六和木了 安全直打就六和木 就是模西佛的 他到了 他到了 这个分岔口 不认得 上山 最后上山就到了 你看还有上山 哎呦 最后这段路还有上山 离德山出口有这个设施可以插你的鞋 让你的鞋干净 我们下山的时间总共耗时两小时半 去拍那个 还可以去闪射 看还有 看还有